这一期为主线 万人内的个人推荐好用好玩的钢笔 这期是1200元左右的个人推荐款型 最近几期节目日系笔浓度太大了 所以出一期欧美系的钢笔综合一下 终于到了这一期可以好好讲讲白硅这一款笔 本期视频内容将以白硅为主 部分会插入M400红硅 M200以及老款M600的部分内容 现代款的M400的包装盒为简装 只有一个会比M400的钢笔大不了多少的小纸盒 但是部分卖家会赠送稍微大一些的礼盒 个人这一款是赠送的G15礼盒 抽拉式硬纸格 而在内存附赠PUP的纯白色笔带 纯白色的皮套加上咖啡色的绑带 典雅而且清新 在笔带的下层会的说明书 里面是包含中文说明书页的 感兴趣可以暂停下来看 目前全新的M400的价格在四位数出头一些 EF间的白柜会相对而言贵一点点 而二手的M400白柜EF间占999左右 其他颜色大部分会便宜一些 但具体还要看笔杆的颜色以及笔尖 这一只M400的白柜在天关部分为金属天关 金属天关上有激光雕刻的单小鸟花纹 同时单小鸟的背景为磨砂面 光面与磨砂面的融合 使得天关的质感不会太单调 白柜这一款笔诞生于2001年 早期的M400白柜存在双小鸟印刷顶的白柜 而在稍后也存在单小鸟印刷顶白柜 个人在稍早期的M450中进行了完整的介绍 此处就直接引用M450视频中的内容了 何谓单鸟双鸟 其实是存在于笔尖笔杆以及包装上的图案 双小鸟与单小鸟最明显的区别 就是在小鸟上 而在大的醍醐的羽毛排列 是稍微有一点小区别的 首先是需要关注几个时间点 1997年、2004年以及2009年 现代M400系列天官可以变更 简要分为三种 印刷顶、雕刻顶以及金属顶 雕刻顶是普遍认定在1997年后停止使用 部分款型是沿用到了1998年 而在1997年之后是采用的印刷顶 印刷顶又存在单小鸟与双小鸟 2004年是第二个转折点 这一年M400上出现了单鸟的印刷顶 以及单鸟的兰花间 同时在2004年的百里金活塞基础周年纪念 这一款是特殊印花的M1000间 它就采用了单鸟间 故2004年是一个重要的分解点 而在2009年前后 完成了从印刷顶到金属顶的替换 但是由于天官的工艺简单 而且生产成本很低 所以可以快速完成更换 而笔尖更换的不仅仅只是画纹 它的模具、工艺都存在替换 而且也有逐渐从 伯克代工到百里金自己自产的替换 同时存在部分地区销售的款型 或者一些特别款 或者部分特别稀有的笔件 存在严重的替换之后型 所以可能存在部分笔 不一定能完全对得上时间线 这样的情况 以下是个人整理的一些时间点 仅供参考 请勿作为判断的依据 可以截图可以暂停看 所以我就直接一笔带过了 在天官下是百里金标志性的笔价 M400系列的笔价为光面镀金 而如果是银色系列 405系列的笔价的话 常常有镀帛或者是镀靶的做法 相对而言 镀帛来说比较稳定 而镀靶就比较容易脱度 笔价呈现蹄虎鸟的造型 硕大的笔价仿形蹄虎鸟宽大的嘴部 而笔价的根部为蹄虎鸟的眼睛 即使蹄虎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 所以国内其实南方不少公园也能看得到 笔价有一定的弹性 在最早期的M400尺寸的笔 有采用铁质笔价 可以直接用磁铁吸起来 不过使用了没过两年 就改为非磁性材料的笔价了 而这个笔价 也是百里金传承最久的世界元素之一 早在1952年 百里金的400系列上 已经采用了类似的设计 而现代帝王系列的M400的前身 就是老款的M600上 已经具有了现代M400的全部特征 换句话说 M400在使用和造型上 其实已经有70年没有实质性的创新了 在笔杆的花纹部分 材料为粗酸纤维塑料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这种材料的用处 就是作为眼睛的镜框材料 粗酸纤维塑料具有良好的耐久性耐腐蚀性 同时非常容易加工 但是如果笔杆上有一点残留的汗字的话 就默契会有明显的色感 需要拿布稍微擦一擦清洁一下 白龟这块板材为金色、茶色、棕色的混合机里 而浅色的条纹中有一些半透明的效果 可以透过板材看到部分活塞的细节 同时也能隐约看到残留的墨水量 就可以有灌磨疮的效果 但是M400也因为这块粗酸纤维塑料 饱受购病 主要是歪的太离谱了 找到纯直线条纹的M400 其实不是很常见 甚至少部分会出现开裂的情况 好在内侧除墨的为单独的套筒结构 轻微的开裂不会影响使用 另外板材的耐磨性其实也不太强 即使是短期使用的话 也很容易在板材上留下残留玄貌的痕迹 而白龟的尾部为光面尾部 稍微有一点单调了 如果能加上白粒金的logo及客资的话 会更丰富一些 只是成本会增加 个人很喜欢白龟的配色 茶色和棕色带来温暖柔和的色彩感觉 而点缀的金色体现出金点及奢华的气质 而象牙白的底色就彰显大气 而且干净的氛围 现在的M400在笔杆笔帽部分是双金环 笔沃部分为单金环 笔尾部分是双金环 而M200系列在笔帽部分为单金环 笔尾部分为单金环 笔沃部分为单金环 在对比下老款的M400 在笔帽部分是单环 而在笔沃和笔尾是均没有金环的 最后就是老款的M600 其实老款M600实际的尺寸以M400是相当的 它使笔帽部分为双环 而笔沃与笔尾部分为单金环 白粒金M400的白龟全长是125.5mm 最大的直径是13.3mm 通貌厚长度为121.6mm 笔沃直径为最小是9.5mm 笔杆直径为11.9mm 整笔的重量为16.3g 其中笔帽中5.4g 通貌厚的重量是10.9g 关于M400的尺寸 个人会觉得稍微小了一点点 个人更喜欢M600的尺寸一点 但是也有部分用户喜欢的是M400的大小的 当然这就因人而异了 而M400的螺纹位置也稍微有一点点浅 如果是比较标准的位置的话 其实可以刚好避开螺纹 而个人这样奇葩的位置 也恰好能够避开螺纹 只是如果平时握笔的位置比较高的话 可能手指会搭在螺纹上 不过M400的螺纹浅 而且很圆润 我在螺纹上书写的话 也没有明显的不适感 而M400的重量也属于比较轻巧的 如果觉得过于轻巧的话 可以看看M700小金雕 M400的活塞为塑料材质活塞 所以整笔的重量控制的比较轻 而活塞是直接卡进套筒的 目前没有完全不相比 而轻松拆卸的活塞的办法 如果觉得活塞比较色了的话 可以通过牙签上占一点点硅油 然后悬下笔尖冲笔尖 内深入到涂抹到内壁上 在旋转底下就可以润滑了 其实目前也有M600中性大小的白硅 但是时间稍微早一点 为2012年的年度特别快 目前其实不算常见 而且价格稍微有一点点小贵 不过以百利基年年换壳的操作 其实M800的白硅 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能看得到了 这一只白硅的肩胃 现场兰花14C单小鸟EF肩 个人认为是可以在8号米航剑锯内书写的 这一只肩的书写体验是个人比较喜欢的 笔尖是偏硬 但是也比较顺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挂质感 不同于之前介绍的白了742的F肩 百利基年现场单小鸟的伊犁是球状明显的 这样的笔尖从中心向各个方向角度发散的笔画 都比较均匀而且比较顺滑 最后一只肩的笔画 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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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肩的笔画 就更好 所以我们可以写得到 一只肩的笔画 会舒服很多 只是中文笔画的表现力会略微下降一点 不过各个笔画之间也会变得更柔和一些 国瑜的纸张属于偏光滑的纸张 如果在稍微粗糙一点的纸张上书写 可能阻力会大一点点 粗细对比的是成光0.5毫米的中性笔 墨水为4001黄甲蓝 可以说是出水量刚好 如果是流动性比较强的墨水的话 下水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大 个人的第一支四维术的钢笔就是M400白桂 差不多是有七八年前了 那时候是直接论坛买的 学生攒了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买笔的时候的战战兢兢 等快递时候的心急入焚 还要取快递时候的内心的躁动 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有深刻记忆的 个人认为M400是玩钢笔的一个分水岭 白桂和742是个人认为 完全定位为日常使用的最高价位 742是书写体验的旗舰款 而白桂的价位则是满足了书写与研制的旗舰 在三位数左右的价格 可以体现到优质的活塞 爽浪的笔件 经典的造型 同时还拥有极其良好的保质率 白桂是值得一试的笔 黄桂的价格